第4425集 呼啸的狂风吹得叶辰等人脸颊生疼 不过叶辰毫不在意 他紧紧地盯着那两只火焰巨掌 当那漫天的火焰席卷而过 绽放出了如金轮一般璀璨的光芒 即便是南空雅琴 撑起了玄尊之力的门阵 也无法完全躲开伤害 叶辰凭借极远的墓里 甚至能察觉到南空雅琴体内的骨骼 已经折碎了一些 再这样下去 连经脉都会承受不住如此浩荡的威亚 女儿是为父无能 南空问天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喃喃自语 天课后 她的眼眸暴射出璀璨夺目的金光 咬夜 你若是敢动我女儿一下 本店主便是死 也要拉着你一起下黄泉 南空问天的话如九天惊雷 震慑十方 其中蕴含着藏不住的滔天怒意 天君一怒血溅万里 强横如药液 也不得不掂量了一下 最终还是收回了部分公事 南空雅琴见自己的父亲 要出去以死相搏 顿时万分交集 可他此时要维持玄尊之力的阵法 无法分心 正在他心里焦脆之时 一个人影来到了他的身后 破开那玄尊之门所构建出来的阵法 犹如无人之境 南空问天这才发现 来人竟然是这家伙 可他为何能旁若无人地 穿过这片结界呢 注意到了这一幕的人 也纷纷为之惊讶不已 一时之间想不通其中原有 叶辰利用体内须碑的力量 撕裂一片虚空 来到他们身后 因为他隐隐间听到了 玄尊之门对自己的召唤 而湖底那守剑人 所留下的剑光所提示 此时剑光也与天地融为一体 叶辰便知道 这是他在给自己引路 你怎来了 南空雅琴头也不回地问 他的肩膀微不可插地颤抖了一下 叶辰想了想 玄尾给出了一个 不那么唐突的理由 或许是我与这玄尊之门 有些缘分 我能听到他在召唤我 南空殿主 你不介意吧 南空问天苦笑 此时叶辰能进入 玄尊之力所构建的阵法 那也就必然代表着 他与玄尊之门 有着某种联系 只要能召唤出 真正的玄尊之门 用以守护长生岛 这次的危机 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他连高兴都来不及 又怎会介意 夜十天 若是你能与雅琴合力 救我永恒神殿 将来殿主的位置 就是你的 南空问天神情严肃 语气笃定 他的头上闪过两道惊雷 璀璨无比 这是在立下誓言 让夜十无需怀疑 这样承诺的真实性 如若许诺者有所反悔 便会遭到天洁的反噬 南空问天 这是下了血本啊 夜十不禁为之择舍 他转身而去 来到南空雅卿身边 盘坐下来 与他并肩而立 即便如此 他仍未感受到 那奇妙的联系 不由地皱了皱眉 正在思索之际 身旁的南空雅卿 却是一把伸出玉手 抓住了他 就在这一刻 夜十的脑海之中 涌入了如潮水般 庞大的信息 很快便排列组合 在他的额头上 浮现出一道淡淡的光门 南空雅卿见到这一幕 不由地笑了 与此同时心中松了一口气 我猜得没错 书上所说 动用玄尊之门 必定要一阴一阳 相互联系 方能召唤出 最为强大的玄尊之门 他所看到的古籍当中 有关玄尊之门的记载 便是如此 他理解的所谓 一阴一阳 相互联系 就是男女共同之力 凝聚力量 而他从小到大都很排斥男人 更不想和男人接触 因此 一直以来 他都对掌控 玄尊之门 有拒绝之意 因而一直以来 他未曾主动 要求接受 玄尊之门的力量 直到临危受命 才重新执掌此门 方才叶晨说道 他对玄尊之门 也有着一次感应时 南空雅卿 不仅发现了什么 或许这意味着 他只有和叶晨 共同驱动玄尊之门 方可水道去城 于此同时 另一处 盘腿而坐的人非凡 突然睁开眼眸 他的眼眸血月流转 嗜血且决染 随后 人非凡站起身 冰冷的眸子 就这样凝视着面前那柄剑 那柄有着极强血月之力 且被苍穹十轮血月围绕的剑 一旁的老者身躯黯淡了不少 恐怕要不了多久便会消散 他略带深意地看了一眼 任非凡道 你还要尝试 这几日 你可知道你身上的伤势 有多么恐怖 再这样下去 别说羽黄谷地的局了 你连离开这里都不可能 这是警告 不是提醒 然而 任非凡却是笑了笑 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警告 我任非凡想要执掌的东西 从来没有失败的 这不过是一柄剑而已 下一秒 任非凡再次握住剑柄 虚空波动 仿佛无数道光 穿透了任非凡的身躯 而任非凡周身 却有着一道极强的血光守护着 不光如此 任非凡的身躯之上 更是流动着古老的纹理 这是任非凡的守护 此刻的任非凡 眼眸争宁 承受剑中传来的万万伤害 一旁的老者颇为动容 心里难难倒 恐怕这世间 有如此大屹立者 唯有人家天命 和那轮回之主了 可是还是失败了 此刻的任非凡 周身的生机在急速流失 仿佛要陨落 老者可是清楚这剑中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力量 当年封印这把剑的禁制 可是足以毁灭一位无上天君 更不用说 任非凡还在抵抗着剑中的抗拒 可就在这时 老者的眸子猛地一缩 原本孤颈不波的面容 变得极度震怒 他死死地盯着任非凡 失声道 怎么可能 这家伙竟然在这个世界 窥见了那个世界 此刻的任非凡 眼眸不在猙獰和嗜血 而是淡然 他的瞳孔中 居然仿佛倒映着一方世界 那是无无的世界 任非凡仿佛被一股力量 拉扯到了某个地方 他并未真正意义上窥见无无 而这个无无世界 给人虚幻和不真实的感觉 但他又仿佛看见了波澜壮阔的山河 这是海市蜃楼 还是说什么 人非凡努力感受眼前的世界 但事与愿违 纵然他的实力 在当时排前五 但如今身体的状况 已经极度超负荷 现实中的他瞳孔 嘴角 耳朵都流出了阴红的鲜血 可他依旧选择 继续将一切注意力 凝聚到这个世界 突然 任非凡仿佛看到了几道身影 那几道身影悬浮于世 甚至凝视着他 这是红军和吴祖等人 任非凡极力想看清那几人的面容 却发现他做不到了 一股极度的空虚质感 仿佛席卷而来 他发现 瞳孔中望见的世界 被撕裂了 那不知是否 是无无世界就此崩塌 现实生活中的任非凡 吐出了一口鲜血 鲜血渐染在那长剑之上 血瞬息间便被剑吸收了 而任非凡的身躯也是倒下了 这一次的伤势 远比上一次还要严重 那老者长叹一声 知道任非凡失败了 他喃喃道 虽然你震惊到我了 但是你现在想要执掌 还是 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因为老者发现 那一道道锁链 竟然开始断了 数秒之后 锁链竟然断了一半 也就是说 封印一半解除了 这怎么可能 竟然真的被任非凡做到了 老者压制住内心的震惊 一切还需要等任非凡 醒来才能确定 不过这一次 任非凡太冒险了 不知何时才能醒来 他这种级别的强者 受如此严重的伤 固然恢复速度极快 但也需要一些时日 老者身影已经暗淡了许多了 他看了一眼昏迷的人非凡 难难道 任小子都如此惊艳了 那轮回之主又如何 他的潜力能斩断枷锁一百吗 似乎武道历史上 根本没有人做到啊 不过那轮回之主 跨入了五须境 还真不一定 老者不再多言 看了一眼那柄剑 而后闭上眼眸 选择默默守护人非凡 与此同时永恒虚空 经过片刻的挣扎与纠结 南空雅琴已经做好了准备 便是要将二人封闭起来 在另一处虚空当中完成联合 从而借用玄尊之门的力量 索性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不过不知为何 南空雅琴的心中空荡荡的 又有业失落 叶辰可没有时间 去管他的情绪变化 当南空雅琴的御守 与他食指相扣之后 那阵磅礴的力量 瞬间进入他的体内 玄妙高深的灵力 悄然运转 竟然逐渐在夜尘的体表 化作一层灼烧的烈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永恒神殿的众人 等待得无比焦急 永恒魔族的侵略者 却有些不耐烦了 可是连大首领 都没有办法 破开那防御阵 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大首领 我们只有将长生岛 与永恒之城控制下来 应该就掌握了 绝对的话语权 到那时候 他南空问天 即便脱困 也逃不远 其余几人也觉得有道理 要夜索性大手一挥 任由几名魔族的高层 带领手下前去扫荡踏出 大首领耀夜 一人副手而立 漂浮于半空当中 也不出手毁灭结界 而是静静地等待 他看出来 夜晨进入结界之后 玄尊之门的力量 骤然猛增 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即便他全力进攻 短时间内 也无法破解 玄尊之门的力量 只会白白消耗魔力 现在就看他们 能产生怎样的反应 而他的念头刚落 那坐在南宫雅晴旁边的夜晨 睁开了双眼 强横霸道的气息 自其体内爆发出来